菌血症,那菌血症之後,它又跑到身體的其他機關 那這個處理上就非常麻煩 那其他器官包括心血管方面 腦部、肺部、骨骼關節,這些都有可能 大家可以看到從上到下,全部的地方都有可能被三門四菌的感染 例如說呢,我們這病人是感染性的動脈煙 那它就是吃到血管 那其實身體不只是主動脈有可能被吃到 身體所有的血管都有可能被吃到 所以通常我們假設病人不斷的血液中不斷的長出三門四菌 我們就會把一個電腦斷層 去看看它是不是吃到血管 那我們南台灣其實三門四菌造成了一個吃到血管 造成血管炎非常的常見 那像剛剛那個血管炎 你大概需要合併心臟血管外殼一起去開刀 一個醫療的團隊,你才有可能吃好 那像腦部的話,它可能跑到腦部 造成一個腦部的農氧 那像這種情況也是需要感染科醫生 跟腦神經外科的一個合作 那我們醫院目前也是 跟成長的腦神經外科有一個合作的機會 所以像這樣的治療就是 你可能不是只是單一醫生可以解決的事 你需要一個跨團隊的一個合作 那骨關節的感染 那就是它有可能經由血液跑到關節 那我們之前遇到一個病人 就是整個關節就塌掉了 所以它越來越走路,越來越沒辦法走路 那假設沒有好好處理 那可能你這個病人從此就癱瘓了 半生不損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樣的感染其實都是非常的嚴重 那像這樣的案例 我們當時就是 除了我們感染科匈抗分數以外 那我們就是找骨科醫生 然後去開刀處理骨 它的脊椎的問題 然後後來才慢慢的抗骨 那所以我們這裡做一個建議就是 一般來說細菌系的感染 包括三人自己 其實假設今天免疫力正常 那你可能不以為意 病人不會有什麼問題 可是假設你今天免疫力不好 或是年紀太小、年紀太大 免疫力差的問題 那你就要小心了 它可能合併有其他的器官的問題 包括血管炎 包括跑到腦部 包括跑到骨關節 那這些都是要非常的小心 因為這可能會有一個致命風險 那治療上也是非常麻煩 那我們一般治療抗認素是這幾個 可是單純抗認素 假設今天它是 像我們提到這個案例 它是合併心血管的感染 那你只有單純抗認素治療 大概是沒辦法治療好它的 你需要一個醫療的團隊 合併外科醫生 下去一起治療 那今天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建議